支持警察 支持警察 严正执法 支持警察 严正执法 香港警察 支持你 11月7日上午 香港元朗警署外 响起一片欢呼和口号声 约70名香港市民 挥动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 手持支持警察 守护香港 阿瑟 14亿同胞挺你等标语 高呼口号 支持香港警察 并将带来的一箱箱物资 送进警署 市民们亦前往屯门警署 为警察送上签名的 心意卡和糕点等 加油 我们支持你的鼓励声 响彻警署 活动组织者师房友称 此次参与活动的市民 包括热心网友 爱港团体 受影响被欺凌的店铺商家等 尽管大家居住在全港各地 但都一早赶来 希望能为香港警队加油打气 送给香港警方的物品 亦都是大家众筹 从被暴徒破坏的香港店铺中买的 以此呼应暖港行动 有实际行动 温暖香港 我们是一帮支持香港的市民 看到香港这四五个月 这个暴乱 令到警察在前线执法实在太辛苦了 就想送一些物资 和特意来警署 为我们香港警察打打气 令到他们有士气 继续有能量出去 拘捕把那些暴徒 你听到 其实大家都很有意诚支持这件事 因为大家都是爱国爱港 很爱我们香港警察 此前曾因公开支持警察 而受到网络欺凌的 空姐牛肉店老板郭德英 也参与其中 他称 这几个月来 看到警察因执法而受伤 感到很心痛 希望大家都能站出来支持他们 他已表示 近期他的店铺 多了很多正义的市民和警察 前去光顾 互相支持的感觉很暖心 他们的原因 就是一份的爱心 一份的伟大 去保护香港的家园 香港的市民 但是为什么 反过来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 所以我觉得作为市民 你有少少良心的 都应该要站出来去支持他们 今年58岁的冯先生 曾是一名香港消防员 他直言 警察在前线拼搏 十分辛苦 如今还受到排斥歧视 感觉很痛心 他相信 香港大多数民众支持政府 支持香港警察 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发声 我本身是一个退休的消防员 也都和警察 大家出生入死 以前大家是很紧密合作的 他们现在工作量 是以前的几十倍 又受到起底 排斥 歧视 我们非常之痛心 在进入屯门警署前 市民们还举行了一场 名为一个拥抱 温暖香港的快闪活动 在街头彼此相拥 呼吁香港市民远离暴力 恢复理性 停止割裂 还社会安宁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